每一個趴的這個前面然後會有一句他的提示 那我們來看看第一組照片 我們用人工應該就是我們用那個 用那個最先進的荷蘭的掃描機器把底片重新復原 所以在找圖從十四萬張裡頭 找這個圖其實是千辛萬苦 要非常的感謝就是他過去的一些朋友跟長官的各種幫助 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夠等一下去欣賞照片的時候 能夠感受到我父親當初是用什麼樣的心情 來記錄一下這片他最喜歡的土地 畢竟我都說是寶島台灣 那台灣是寶島這件事情 從我父親上直升級的每一天起他從來沒有懷疑過 謝謝大家 上任交通部長的時候 我得知了我們高工局準備要慶祝50年 而且開始在整理齊柏林導演 那我就想說這太好了 這跟我的想法完全一致 所以我就鼓勵我們高工局的同仁 不只是一次的展覽 要啟動一個齊柏林計畫 用齊柏林的視角 那來各個看見台灣 還有看見國道建設 以及看見我想這個寶島的美麗跟哀愁 那這個祈島雖然離我們而去 他留下了非常多寶貴的資產 不只是把國道 其實所有的公路鐵路 其實祈島都拍過了 那最近的一個作品 我就是在做一個 把這個西濱快速道路 所以台六十一線 要把它發展成 從以前人講的窮人的高速公路 因為不用付過路費 變成CP值最高的幸福公路 那怎麼做呢 就也是一樣 以祈島過去的影片為主 然後透過同樣的視角 用AI結合無人機 大數據 那去把過去的影像 跟現在新拍的融合在一起 那個看了你分不出來啊 什麼時候是祈島拍的 什麼時候是現在又拍的 然後呢 像是在一起 拍的 讓我來拍的 進行 什麼時候 因為 感谢观看